都跑到美国了 怎么共产党还如影水形的跟在你们屁股后面 那一天就他们举办活动的时候 就说呢我们这个中美商会的当时的会长呢 去中国出差了 所以当时呢 由我代表整个商会去参加这个活动 当时参加这个活动 当然也多是那么在现在的很多人 或者说看起来全部是最亲共的一些社团 在纽约大概有十几个社团吧 同乡会也好 企业协会也好 商会也好 我呢就说呢 那时候呢 已经被中美商会的一些里面的一些会员啊 或者会长啊 打算呢 推向我做这个常务会长 在我进去以后 坐下来以后 有几个啊 对我比较了解的啊 同乡会的会长啊 商会的会长啊 他觉得就很惊讶啊 我今天在讲哦 这个中景化律师啊 一直是在纽约 包括在中国的时候 一直是反反政府的 今天这么一个晚上会怎么把他叫过来 这是出道美国的中景化 在纽约经历的一步 它的出现 为什么会让一些人如临大敌 我们从头说起 中景化 浙江温州人 在中国时做过法官律师 2017年逃离中国 我本身是一个从农家子弟 这个考上大学 考上研究生 最后到了这个法院系统 做这个法官 我是主动辞职的 当时也算是说 在温州市中级法院 这个成立以来 我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在主动辞职的这么一个人 原来呢 我们就觉得呢 法院肯定是一个就是很公正的 大家受人这个 很信任的这么一个单位 但是其实呢 在我在这个法院 待了这么十多年 而且就是在我所在的 这个刑事审判第一天 居然有三批的人 在不同的时间 被抓起来被判刑 这也是对我一种触动 我在想啊 在这个法院系统啊 你本身是做法官的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 这种贪腐 2008年的5月8号 我就直接呢 就写了一个很简单的辞职报告 给我们的院长 哎呀 我说我不喜欢这个工作了 我要去找另外一个工作 离开法院后 钟景化来到上海转行做律师 因为在微博上发表敏感言论 他成为当局的眼中钉 2011年年底到2012年年初 这个第一次我讲的 我在国内的逃亡 因为呢 因为发表了这个要求 开放党间报经 要求实行直选 他们就要求呢 把我这个律师事务所 不给我这个 拧检吧 律师这个不给我拧检 要让 要把我赶出这个律师搜索 甚至要叫我不要在上海 上海呆了 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呢 不管到了哪个律师搜索 当地的公安局 司法局 都会给他们 再上他打招呼 这个中景化律师 你们应该给他管得紧一点 反正呢 就那几年里面 我就不得安宁了 不管是办案件啊 还是日常生活啊 反正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隐私啊 都是被监控当中 2015年7月 中国当局针对维权律师 和维权人士 展开大抓捕 在20多个省份 大规模逮捕 传唤 刑拘了上百人 人称 709大抓捕 当时就是呢 整个这个中国啊 就是维权律师界 或者维权公民界啊 就是真的就像 这个笼罩在这种 白色恐怖啊 现在应该说是红色恐怖了 这是红色恐怖下面一样 你知道吧 大家就是 每个人几乎都是 心惊挡跳的 所有的那种 有办理过维权案件的律师 包括那些公民 不知道哪一天晚上 就是警察冲到你家里把你抓走 我就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个贴子 我说呢 你看这几天我说呢 整个啊中国的这个法制受到了这种严重的破坏啊 到处啊这种抓人 呆人这几天如果半夜三更有任何人 我说如果不打招呼 闯入我的家门 我多会格杀勿论 7月13号下午我发表了这个言论 你知道吗 到了13号的半夜三更 14号的凌晨 真的有一大批的这个当地的警察 国宝可能都有特警出来了 我其实还记得很清楚 在凌晨1点45左右 把我上海的在浦东的家 这个整个都包围了 但是呢 但是我就在想 我不能呆在中国 如果待下去 那么很可能 我是会被抓起来的 所以当时呢 我就准备出去啊 避一避分头了 当年8月 钟景花带着家人逃离中国 在海关的严厉盘查 和他的距离力争下 终于在起飞前最后一刻 登上了赴美的飞机 出到纽约 钟景花加入了当地多个侨团 既有民运组织 也有同乡会的 外界普遍认为的亲共社团 他说自己百无禁忌 只为了解美国华人的生活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呢 他们也就没有对我 什么特别的这种抵制 对不对 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一个坏人 或者说是不是就是一个反共的 他们可能刚开始没有这些印象 但是呢 慢慢的可能有些人就会反馈给那些外交官员啊 给那些大的一些社团的一些领导啊 他们会去上网去查 钟景花律师勾勾一下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一看 不得了 这个人原来是反党反政府的 老是接受什么美国之音啊 老是接受什么自由亚洲电台啊 接受这些电台采访的 还公开呢批评这个政府的 批评党的啊 所以他们看到多了 他们就会去互相就会呢 讲了 可能会像这个中国驻美国 驻纽约这些领事官员反应了 哦这个人呢 这个人是个反党反政府的 怎么老是跟我们在一起 还一起喝酒 是吧 还一起玩 对不对 可能慢慢的 这些事情呢 他们就对我呢 就产生抵制了 在那次满宴后不久 终底话就收到张会会长的一通电话 有人反应了 说你啊 这个经常在这个网络上 经常接受这个媒体采访 说我们这个政府怎么怎么坏 说我们这个共产党怎么怎么坏 甚至还说这个习近平怎么不行 说蔡英文好 他说很多人都看到了 他说我们创始的会长说了 说我们要开一个会 大家表决一下 他说 要不要就说你 让你退出去或者怎么样 我说这有什么好表决的 我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为什么要特别为这个事情表决 我说我们这个是独立的社团 独立的商会 怎么能搞成一个 中共在美国的党支部一样呢 我说我个人的政治立场 个人的观点 我说我公开接受媒体采访 发表批评 跟你们跟我们这个商会 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但是他们就是添不进去 最后把我给提出来了 美国新闻周刊2020年的一篇调查报道发现 在美国有600多个团体 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定期联系 并接受其指令 推进北京在海外的政治 经济利益和野心 我这七八年在纽约也都看到 在美国的很多的这些 同乡会也好 商会也好 这些企业协会也好 他们如果不跟国内这些官员 不跟在美国这些什么 总领事啊 领事馆啊搞好关系 想到国内做生意啊 或者说想得到一点好处啊 他们可能就得不到 甚至说 你不是表现到那种很亲共的 很爱国的 每次什么官员来了 去举旗子啊 去欢迎啊 如果说你甚至还敢批评政府 敢批评这个党的 对不对 那么 他们可能就是让你出去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他们只要得到这些 所谓的鼎鼎的好处啊 那么就说 那么领事馆 甚至领事官员 甚至说国内的一些什么统战部之类的一些机构 要求他们做什么 他当然就去做了 在纽约或者在其他地方 对那些批评中共的批评政府的不好的言论的 他们还会把找出来 向他们报告 对不对 那你说他们是党支部也好 是一般的这种亲共人员 亲共团体也好 他们实际上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我在中国的时候 本身就是喜欢这个批评 喜欢这个批判 在中国的时候我都那么做了 那么来到美国以后 当然我该批评还是继续批评 该讲的话 我还是会继续讲 司法局的 国保的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他会联系到我 比如说警告我 你还有很多的家人在国内 你在外面 最好不要比如说 讲这些太多或怎么样 反正各种各样的这种威胁的方式 那么对我威胁 我本身也就没有什么特别在意的 因为在国内就是这样 来美国他对我威胁 那么我也无所谓 对不对 你至少不能马上跑到美国来 把我再抓回去 对不对 但是最可恶的就是说 他对我的家人 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这种 骚扰和威胁 上海的这些国保 司法局这些人员 跑到温州去 跑到我的父母家里 说我在外面怎么样 反党反政府 说我在外面怎么样 比如说做坏事 我父母亲也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 对不对 当然他们很害怕的 你拖来一个陌生人 你说是代表政府的 过来的 你说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这么一个环境里 大家一看到这个警察 一看到什么 这个什么国保公安的 就特别害怕的 每个人都一样 中国是一个警察的国家 当然还有对我一个兄弟姐妹的骚扰 通过单位的领导师施加压力 说你这个弟弟在海外怎么样 先生们还继续在反党反政府 对不对 最可恶的就是说还跑到一个 我原来在国内还有个女儿 在这个西南交通大学 读大学 但是他跑到我女儿的学校里去 去骚扰威胁他们 说他什么 这个爸爸在美国 怎么着着怎么样 当时就被他吓坏了 对不对 每天什么事都不能安心地干 好敦敦的 他在赌大学的一个女孩子 因为被骚扰 因为被威胁恐吓 最后他被羞选 在中国他们就是这样 搞清廉搞株廉 他们通过绑架你的家人 绑架你的兄弟姐妹 来威胁你 来恐制你 他们呢 跟我说 就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谈一谈 你现在在美国 你是不是可以想个办法 来香港一趟 来澳门一趟 他是想把我骗过去 把我抓起来 我觉得这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 而不是想 比如说 是不是可以把你这个人 给利用起来 发展起来 像在美国的其他一些人一样 做特务 做卧底 我估计他们对我 可能没有这个信心 我跟他们说 那你们来美国也可以啊 他说美国我们不能去 他说 你要来香港 澳门 香港澳门 当然他们 他们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把我抓起来 终简化的遭遇 绝非个案 中国当局骚扰海外异见人士的案例 比比皆是 北京这种跨国镇压的行径 引发美国立法者的警觉 并誓言 做出回应 今天美方 恶意炮制所谓跨国镇压 编造 拼凑证据 起诉公安民警等中国政府官员 大搞政治操弄 渲染中国威胁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以通过外交 执法等渠道 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和强烈抗议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坚决反制 我是真心没想到 就是说 我在中国受到这么多的这种 威胁 迫害 打压 我没想到 比如说我真的来到美国 大家是公认的 是世界上最自由 最民主的这么一个国家 一个地方 已经发展到这么严重的 这种所讲的跨国镇压 直接对你进行威胁 直接对你怎么做什么事 不了解的人 他就根本想不到 你们这些人 都已经跑到美国了 怎么 共产党还如影水形地 跟在你们屁股后面 对你们进行监控 进行打压 我在一些公开上 我都直接说了 现在这个中共 或者说这个中国共产党 它已经成为 不仅在是在中国国内 已经在整个世界上 它已经成为一种 最大 最邪恶 最恐怖的 也是最自私的 这么一个极端的恐怖组织